好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云东的职场情商课 一起来看大屏幕 团队项目当中你做了大部分 同事补充了一些就发给领导了 你会向领导表明你做了很多吗 我不会 首先他的这个前提是团队项目中的 分配啊 还有一些执行的一些问题的 我感觉都是小团体的一些事 我在下一次这个团队项目中 我也会尽我全力去做 但是我这次我不会向领导表明 好 那个我再追加一个问题 如果说领导发现这个项目里面 出现了很致命的错误 而这个致命的错误 是你做的那一部分 你会不会向领导表明 这部分是你做的 对 如果是我的责任的话 我肯定我会向领导说这件事 并且承认错误进行更改 你这个我就想起 以前说过无效提问 他不是挺有担当的 有效 有效 来吧 董老师 你先给他说什么叫无效提问吧 我不专业 我别说了 我直接来点评他的回答吧 好 你都不想点评潮汐的追加问题了吗 不想点评 完全不行 李宁龙的回答就真的是表露了 他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很愿意去承担这些问题 而且他审提了 他审了一个说 这是团队项目 不是我个人项目 如果是我个人项目 被别人剥夺了 我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 但是这个是团队项目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未来在团队里面 其实是有疑人性的 是 OK 好 好